由高竹和施錦球主演的電影《清醒夢》 15日下午在首爾網時裡舉辦媒體試飲會 《清醒夢》是科幻電影描述一名父親透過夢境來找出綁架兒子的犯人 新鮮的題材和精彩的動作戲非常吸睛 高竹也分享了拍攝這部作品的感想 所以我聽到我如何去應復的作品 我覺得我也很興奮的 但是我比較擔心這部作品的小孩 那樣子也能夠遮咬了 那種姿勢和施錦球的作品 這個作品我認為是最大的目標 高卓和薛景球的角色感情分量都很重 两人都对如何表演做了不少研究 我身体的观众是刚刚营造的 我认为了个小时的转发 已经在看起来的 有很多小时的点 去那里 就这样说了 我说有没有 我认为了解决出来的 我认为何肯定不回答 我认为了解决的 就是不过了解决的 我认为了解决的 我认为在初期的小时候 我认为了解决的小孩 我认为了解决的小孩 她的孕生 我认为了解决的小孩 我认为了解决的小孩 很容易开始苍狠 所以我们开始中央型, 所以一般开始 Wisani 所以我已经有力量 所以我们开始拍摄了 所以我重复的演奏 目前有也是比较多人的演奏 但我很希望实施做死了 也很难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